我呼你这个是古里红梅 红风 指驴为马 你礼貌吗 修剪了之后都找病了 其实他这个来的时候就已经找病了 你知道吧 怎么办先修剪再打掉 那花友们还记得前两天花友 寄过来的一个红梅吗 就是古里红梅啊 来了之后呢 先做了一下修剪 之后呢 就是正常的去给他晒了两天太阳 晒完之后呢 是有一点点略微的晒伤 这个由此可以推断 他之前的光照 就是很一般很一般那种 不过现在不是影响他的一个大局啊 关键点 现在在于他有一些个小病害了 就是这种有点轻微的一个白粉病 这上面都有一些 看到没 都已经拉伸了 你喜欢的人是我 你不可以喜欢别人 你喜欢过我吗 那现在咱们能做的就是适当的先做一下修剪 还要修剪 把这种病害的叶子给它剪掉 之后呢 咱们再进行打药 这个就类似于那个刮骨疗毒的感觉了是吧 从今往后 灌某之命既是刘兄之命 灌某之躯既为刘兄之躯 但凭七始绝无二进 俺爷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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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这个尖心长出来的这个叶子都不好 是吧 他这个尖心也有点缺营养 他肯定缺营养啊 他这个 他之前那么密 他根系都没有发育权了 他就光让他往上面 很多的话说养老庄 不就是让他忘了以后拉根吗 你你 你拉根可以 你给勾上营养让他拉呀 你啥都没有 干拉嘛 就干拉 也许这一天都完了 你是来拉屎的吧 你得有东西你才能拉呀对吧 你没有东西你干拉那不行 所以说来了以后我第一时间就给他修剪了 我修剪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剪这一枝呢 我看下面他有一个小的芽点 所以说这个我本来想打算从这下剪呢 我就留下来了 花儿门也盖他一下 再来就打药 那接下来人家配药 这一堆就是烂巴气燥的一些药了 我先往这个配壶里面加一点点的多菌灵 多菌灵的那种堵壶啊 花儿门也盖他一下 你别到时候 操作的时候 堵了堵壶 你说这个药什么的不行 然后呢稍微往水里面加一丢丢的101 当一个助剂 加一丢丢 101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打药的时候 它可以配合你的药物一块来 让植物恢复状的一个同时 去抵抗一些个病害 就像什么呢 就像人感冒了 再吃点VC对吧 同时是争抢自身的一个免疫力 在这儿有给大家说一个点啊 就是有的人说这个多菌灵一般呢都是以预防为主的 你这样是不是不对的 它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因为它这个呢是发现的比较早 多菌灵就可以办了它 如果说相对来说很严重的话呢 就光用多菌灵就没有什么用了 所以说呢大家也要盖它一下自己的一个 一个什么情况 因为这个只是轻微的一个白品病 咱们就是给它修剪了修剪 打点多菌灵 这种就可以及时的去抑制 还有去治疗 然后呢我又给它加了一些101 也是为了更快的让它恢复生长 这种老装上面时间长了 它总爱得一些个病害 或者携带一些病原体 好了 别的没啥了 之后给毒光照正常养护 希望这位花友的花早日康复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一篇关于白品病的一个 提前预防和治疗吧 好 分享给了大家 如果说有其他养工机 视频箱留言 我是老花一 点花近了 给大家先接见 拜拜